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民国77年中国小姐第一名是 十六号 林卉卉小姐 我们恭喜林卉卉小姐 得到一千万元的奖赏 得到一千万元的奖赏 以及前六名的小姐 同时也谢谢所有入围的市委嘉丽 十六号 林卉卉小姐 将代表我国参加 1988年在台北举星的国际珈乐小姐 一千万元的奖赏 中国小姐的确再次地掀起了高潮 我们要非常感谢在座的评审委员 谢谢你们的智慧和眼光 为我们树立了 中国现代美的新形象 新标准 我们请中国小姐绕场一周 再让我们所有的观众 增加更深的印象 赞扬她的风采 身高172公分 体重54公斤 三维是33.5 24 35.5 目前就读于国立空中大学 人文学系 同时也是一名工笔博画师 从小生长在一个 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里 母亲曾经是书法老师 并善化血液花鸟 或许是遗传的因素 使她在艺术上天赋 莫为突出 而且从未停止 对艺术的追求与喜好 不但拜名师 余仲林 周一红 学习工笔国画 并且也学习古征 她的座右名是 活到老 学到老 对未来的展望 则是空大毕业后 在继续念艺术研究所 这次的选美对她来说 不但可以学到很多礼仪 与应对能力 还可以认识许多的朋友 使人生更添加美丽的色彩 恭喜 恭喜林辉辉小姐 同时我们要谢谢 今天的平均委员 以及在场的贵宾 更谢谢我们所有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下个4月29号 请继续收看 国际珈乐小姐的选拔 我们华世也将为您实况转播 国际珈乐小姐 第五名 中华民国小姐 中华民国小姐获得美金4000元奖金 当选证书彩戴白金奖章 任期内免费享有 美金1万元意外保险 以及YFL手表一纸 化妆品一组 珊瑚首饰全套 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位好像还没有表演哦 是谁啊 我知道了 这是我们的主持人 林小姐 林小姐为我们演奏 既然你们都表演了 那么我只好露一首啦 好 各位观众 现在就让我为您介绍我们的主持人 林卉卉小姐 为我们表演古增读咒 曲名叫做 梨竹舞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梨童舞曲 李宗盛 本身呢 这个歌舞 这个画画 弹奏舞曲呢 都非常的擅长 那么这个当选祝国小姐以后呢 从玄弹婚姻平淡 他这样呢 艺术呢 还是真正他的生活的寄播 另外呢 他在这个 当选祝国小姐以后呢 真正的领悟到 其实呢 艺术呢 还是他所追选的目标 那么今天晚上呢 特别写一首 这个 大家有声容响 这个非常温馨的小城故事 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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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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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今晚的娛樂新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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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